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全球知名视调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由于零部件成本飙升,可能会影响需求。 预计2026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将下降2.1%。 Counterpoint Research研究总监Mess Wong表示, 他们目前看到的是,低阶市场200美元以下受到的冲击最大, 其物料清单爆木成本自年初以来上涨了20%至30%, 中高阶市场的价格上涨幅度为10%至15%。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最新发表的面向Gen AI的记忆体解决方案报告, 到2026年第二季度,记忆体价格可能还会上涨40%, 导致物料清单成本在当前高位的基础上再上涨8%至15%以上。 Counterpoint Research高级分析师Yang Wan表示, 在低价位区间,智慧型手机价格大幅上涨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成本无法转价, OEM厂商就会开始精简产品线, 事实上, 他们已经开始看到DJ SKU的销量大幅下降。 由于成本转价和投资组合重组, 他们预计明年平均售价ASP也将上涨6.9%, 高于他们在2025年9月发表的先前ASP预测中的3.9%。 Yang Wan继续说道, 苹果和三星最有能力度过接下来的几个季度, 但对于其他没有足够回旋余地来平衡市场份额和利润率的公司来说, 情况将会非常艰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将尤其看到中国OEM厂商面临的挑战。 与此同时, 三星和三星先进技术研究院月前发表了 其制造尺寸小于10奈米的DRAM的技术。 三星在IEEE会议上宣布, 存储单元对叠在外围电路上, 这种方法简称为单元外围电路, Sell Ampere, 简称COP。 这与目前将周界电晶体放置在存储单元下方的方式截然不同。 周界电晶体在高温堆叠过程中容易受到损坏, 导致效能下降。 三星将其技术命名为, 用于10奈米以下COP垂直通道DRAM电晶体的高耐热非晶氧化物半导体电晶体。 这下韩国科技巨头声称, 他们采用了一种基于非晶因加氧化物的电晶体, 这种电晶体可以承受高达550摄氏度的高温, 从而防止效能下降。 三星补充说, 这种垂直勾道电晶体的勾道长度为100奈米, 可以与单片COPDRAM架构集成。 该公司指出, 在测试过程中, 陆极电流的烈化程度极小, 电晶体在老化测试中也表现良好。 消息人士称, 该技术目前仍处于研究阶段, 未来将应用于10奈米以下的0A和0B类DRAM产品中。 另外, 三星电子已向徽达提供了下一代DRAM模块SOCM第二代样品, 该产品将应用于徽达的下一代人工智慧AI晶片Byron Rubin。 为了在被称为DRHBM的SOCM市场上保持领先地位, 三星电子计划及时建立批量生产体系。 SOCM是小型压缩附加记忆体模块的缩写, 是一种紧凑型高效能记忆体模块, 专为AI伺服器优化。 该模块结合了LPDDR5X记忆体的高频宽和高能效, 并采用模块化插槽式设计。 12月下旬, 三星电子宣布, 他们已开发出基于LPDDR的伺服器记忆体模块SOCAM2, 专为AI资料中心设计, 目前正在向客户辉答提供样品。 辉达高效能运算和人工智慧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总经理Dion Harris表示, 通过与三星电子持续的技术合作, 他们正在不断优化下一代记忆体, 指其能够实现人工智慧基础设施所需的高响应速度和高效率。 此举正式确认了两家公司的合作。 SOCAM是一种基于LPDDRDRAM的可拆卸DRAM模块, 辉达正在独立推动该标准, 以其在人工智慧记忆体半导体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它采用低功耗的LPDDR5XDRAM而非基于DDR的伺服器模块, 因此与现有R定相比, 其频宽提升超过两倍, 功耗降低超过55%。 与上一代SOCAM一相比, 速度也提升了20%以上。 面对韩国企业在自身优势领域的不断突围, 为巩固在全球先进半导体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 台湾NSTC宣布启动一项为期5至10年的专项计划, 聚焦高效能晶片关键技术及创新应用研发。 该计划由中山大学王卓钦教授领先, 联合台湾大学陆良宏教授, 阳明交通大学科明道教授与何拓洪教授共同主持, 明确四大核心研究方向, 高效能、高速运算晶片、 高功率高传输电路与晶片模块、 边缘运算晶片应用及先进晶片制造技术。 对于节能高速运算晶片, 研究团队将重点开发锡基半导体晶片 及逻辑与记忆体一体化系统, 通过先进封装技术构建意志整合平台, 以支撑高效能晶片系统的量产。 针对资金与人力限制, NSTC要求专案末期需完成原型系统验证, 其算力需超过每秒千兆次运算EPX, 并支援参数规模超100亿的大型语言模型 LLM的高纬超大规模运算需求。 高功率高传输电路与晶片模块专案, 旨在解决高效能运算HPC大数据应用中的连接与传输难题。 研究将整合吸光磁抑制集成技术, 结合高频高速电路创新设计, 构建复杂通信系统以提升数据传输效率与稳定性。 针对下一代智慧感知需求, 研究聚焦超低功耗、 超低实验的边缘运算晶片开发, 重点突破关键晶片设计及抑制软硬体整合技术。 专案要求团队提出实际应用场景并完成原型验证。 核心指标包括大幅降低运算功耗, 提升传感器灵敏度, 缩短感知延迟及优化整体能效。 面对传统摩尔定律因光刻波长、 眼模尺寸及二维组件微观尺度限制而接近物理极限的挑战。 回答提出的超摩尔定律HyperMorphLow强调, 通过晶片设计、架构及制造工艺的革新, 实现每年运算效能翻倍。 为此,3D封装技术成为关键, 其通过垂直堆叠多晶片提升密度、效能与功能。 结合3D器件与3D封装的3D乘3D技术, 将推动电晶体结构从平面骑视场效应电晶体, FinFET向亚二奈米的奈米片场效应电晶体, FinFET及互补市场效应电晶体CFET升级, 并引入背面供电设计, 将效能、功耗与面积、PPA等效指标每两年提升一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